受到未成年怀孕 大部分民众仍抱持负面看法 甚至有污名化的情形发生 导致未成年少女发现自己怀孕后 不敢向外求助 因此在待产和生产阶段 更难获得资源及协助 他们其实在发生了怀孕 或是到他生产完 然后实际上孩子等等 他其实会面对很多社会的眼光 所以他们的生活上 或是他们的生涯上 的一些转换 或是他需要一些资源的时候 其实是常常会受阻的 立新基金会从2000年起 推出青少女怀孕服务方案 从产前提供生产意愿 和家庭协商的咨询 甚至是陪伴产检 以及提供待产资源 到产后的生活适应 亲密关系经营 因幼儿照顾与发展等服务 立新台北分事务所 也会到校园举办讲座 期望透过情感及新教育 让学生了解正确的情感关系 减少未成年怀孕的发生 立新在台中有借了一个 卫生年求助的全国的专线 这样的服务 也有在自己网站 我们各个立新各个分事务所 也都有做未成年怀孕 这样的服务 他们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天主教福利会也提供 怀孕少女 即营幼儿安置和收出养服务 青少女生下孩子后 需要决定孩子的抚养问题 可以选择自行抚养 交给寄养家庭暂时抚养 或是将孩子出养 由养父母成为法定写情关系 这两家人的关系 我就会觉得可能 信任是很重要的 信任跟彼此的承诺 可能是重要的 因为我想对我们来说 收出养肌就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接力赛 就是一个给了生命 另外一个给了他 后续养育的这些滋养的部分 青少年父母处在 发展自我的阶段 心里不够成熟 却还要照顾新生命 因此更需要帮助 但是政府单位 对青少女怀孕的服务 却逐渐边缘化 地心台北分事务所 未来也会持续跟政府倡议 希望让大众了解青少女怀孕 减少污名化的情况 能够提供他们更多的资源 及协助